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農業氣象 我是主播又涵 那麼一開始呢 這個天氣的小重點 先提醒給大家 那麼受到這個高壓回流的東南風影響呢 會把一些這個南方的水氣 逐漸的往北帶上來 那麼水氣的量就會變得比較多一些 那麼也會造成啊 在我們的東半部呢 跟南部會有一些降雨的機會 並且還有幾日出現一些局部較大的雨勢 請您出門的話 就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那麼另外啊 因為這個東北風比較減弱的關係 所以說啊 在我們的白天高溫呢 會開始逐漸的回升 會變得比較溫暖一些了 不過呢 還要留意這個早晚的溫度 還是比較冷一些 第一年如果你需要走出晚歸的話呢 最好是攜帶一件保外套再出門了 那麼另外呢 在農旅魚木小丁寧 今天提醒給各位農友 這個柑橘類作物啊 要留意這個紅蜘蛛的危害 那麼紅蜘蛛呢 就像土片這個樣子 那麼在我們的果物呢 它的被害部位 會產生一些白色的斑點 那麼會影響這個植入的發育情形 那麼另外呢 也需要留意在我們的藻類作物哦 需要留意這樣子白粉冰的情形 那麼堅硬龜農友呢 可以進行適度的修剪 並且要保持良好的通風 才可以防範這個疾病的狀況發生了 那麼至於在天氣的部分呢 在禮拜一跟禮拜二的時候 主要這個東北風是比較減弱的哦 那麼這個白天高溫呢 就會開始慢慢地回暖起來了 在我們的北部呢 在高溫的部分啊 有機率到達26度到28度之間 但是感受上就是比較溫暖一些了 不過呢 這個早晚的溫度還是比較感受比較涼哦 特別是在我們的中南部地區 這個日月的溫差還是比較大一些的 提醒您如果您需要找出晚歸的話呢 最好是攜帶症把外套在出門 小心不要著涼感冒了 那麼至於啊在降雨的方面呢 雖然說是這個東北風比較減弱哦 但是呢受到這個高壓回流的東南風影響 會把一些這個 南方的水氣要逐漸的往北帶上來 所以造成在我們的東半部地區呢 跟南部地區啊 還是有機率會有一些降雨的情形發生 至於您出門的話 您就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那麼這樣子的天氣狀況 東北風比較減弱的情形呢 會一直影響到禮拜二的時候 從禮拜三開始呢 又有另一波東北風要再度的增強了 到時候啊在我們的白天高溫呢 的溫度又會開始慢慢的下滑 又會變得比較涼比較冷的感覺了 那麼另外啊說到這個東北風的關係哦 在我們以後面地區呢 在我們的北部跟東南部 也會容易有一些雨漬的部分要發展起來 提醒您出門的話 就要記得攜帶雨具 那麼最後呢在這個四日的雨區部分呢 主要在禮拜一跟禮拜二的時候 還是受到啊 這東北風比較減弱 但是呢會受到 會受到一些南南的水氣影響 所以說啊在東部跟南部地區呢 還有機率會有雨漬的部分要發展起來 不過呢到了禮拜三跟禮拜四的時候 又有另一波東北風要再度的增強了 這雨漬的部分呢 會變成主要是集中在我們北部跟東半部的地區 讓你的情形會變得比較明顯一些 並且啊又有機率出現去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提醒您出門的話呢 主要記得直升的安全 並且要記得攜帶雨具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農業氣象 隔線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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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